这是2024最爽最解气的犯罪电影 当退役的特种兵王被当地黑警欺负到忍无可忍时 结局将会怎样 男人戴着耳机骑行 似乎没听到后面的警笛声 结果下一秒他就被直接撞飞 背景张口就来 说他的自行车是偷的 然后查了他的身份信息 却没有发现任何犯罪记录 黑警不肯善罢甘休 又搜了他的包 结果搜出了3.6万每刀 迈克立马解释 钱是用来今天下午去法庭保持弟弟的 黑警瞬间来了兴趣 原来你弟弟被指控涉嫌违禁物品 那我们就有理由怀疑 你的这笔钱是毒资 所以我们会依法将钱扣留 面对黑警基本上算是明强的行为 他只能选择屈服 因为他当下最重要的是赶紧保持弟弟 弟弟还是一件死刑谋杀指控的证人 如果被转到周监狱的话 曾因为他被定罪的人一定会对他报复 而当他来到小镇法庭后 工作人员则告诉他 没有钱就无法保释 迈克解释 钱被警察扣了 还拿出了单据 上面的印章则跟这办公室的一模一样 而工作人员最后则告诉他 保释只认钱 这时好心的女律师和他搭讪 在了解情况后 他告诉迈克 说小镇警察的行为 属于钻了司法漏洞 打官司的话 有一定把握能赢 但过程大概需要两年时间 他建议迈克 眼下先重新筹钱 保释弟弟要紧 因为再有三天 弟弟就要被送到周监狱了 夜晚身无分文的迈克 只能在河边露宿 而他一身杀人计 只能忍受这样的窝囊气 于是天一亮 他就来到警局 称自己遭到抢劫 对方还是个穿警服的 果然没一会儿 那个抢他的黑警就走了过来 而那家伙还是张口就来 声称要指控迈克 报假警 这时局长也过来帮枪 张口闭口就认定 迈克是涉嫌贩毒的家伙 如果他再继续骚扰自己的警员 将会不再客气地 将他关进监狱 迈克眼看这一窝蛇鼠 实在没有办法 于是说 他只要一万当保释金 剩下的钱就当送他们了 并保证以后也不会来闹 局长听后态度立刻好转 答应并约好了周一早上 来这和弟弟相见 谢谢 谢谢 现在放开 就这样 他又在野外露宿几个晚上后 暗约顶来到警局 而他刚见到局长 对方就告诉他人已经被接走了 只因为迈克迟到了三分钟 迈克拼命踩单车追上弟弟 然后嘱咐他 在监狱不要暴露身份 自己会重新筹钱 尽快把他保释出来 殊不知这次对话 竟然是兄弟俩的最后一面 随后他赶紧打电话 找曾经的合伙人借了一万美刀 而没想到 局长早已派人拿着搜查令 查封了他的餐馆 还抱走了他的保险箱 原来局长那天之所以假装答应迈克 就是在利用这几天的时间在调查他 现在还以搜查毒品的名 封了他的餐馆 他想不通 为什么人要把他往绝路上逼 于是他只身一人来到警局门口 而此时警局也刚好传来他的加密文件 当局长被提醒迈克时分威显示 已经来不及了 他干净利落地将二人撂倒后进入警局 先是逼女警将二人绑起来 然后来到他们的小金库 不仅发现了大量现金 还看见了足以武装摆人的枪支 而迈克只拿了属于自己的钱 然后让女警配合他演了场戏 顺利离开警局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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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他第一时间来到法院把钱交给律师 收到钱的法官也立即盖章将文件传给周监宇 而就在这时 数名警察来到法院 麦克不想节外生枝举手投降 可换来的却是这帮人的变本加厉 麦克醒来后 亲自被局长送到医院 因为经历昨天的时候 他知道了麦克是个狠茶 于是把钱又都还给了他 还给他买了辆车 不过最后也告诉了他 一个令人痛心的消息 他弟弟被送往周监狱的当天 就被捅成了重伤 局长又告诉他 现在不是指责的时候 现在你面临两个选择 一是拿着钱 开着车 永远离开小镇 二是我们都到底 你将面临30年的监禁 然而 等他再见到弟弟时 对方已经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 你能把这些拿下来吗 你能够挖架吗 你够挖架吗 你够挖架吗 有多腐败 而自己之所以学法律 就是为了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家人 后面的警车一路尾随 直到他们离开后才掉头 而接下来 他们又要报复这个 一直帮助迈克的女人了 律师半夜醒来 突然发现门口有动静 然后在家中的水池里 发现了注射器 再看看胳膊上的针眼 最终警局还不忘告诉他 就是自己干的 不知所措的他 只能求助于迈克 而迈克也十分仗义 瞬间掉头回小镇搭救律师 而他刚回到小镇 就遇到巡逻的黑警 我其实是比较好的 小镇 这次双方都没有废话 这次双方都没有废话 夜晚他与律师再次碰面后 决定扳倒这一窝腐败臭虫 这次双方都没有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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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悄悄摸进局长家中 然后威胁恐吓这老家伙 说出他们的犯罪铁证 然而这老灯十分惜命 没用一点手段就全招了 最后他顺着线索 来到警局地下室 成功将警队所有的犯罪证据 拿到手中 我爱到这里 你尴尬的历史 你尴尬的历史 我尴尬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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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尴尬的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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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三十秒钟 好 好 要 来 我 去 I've got to get something back I need me in the alley yeah 是的 那是你傻子的确认 然而就在他们准备离开时 却发现律师被对方抓住了 见状他直接猛踩油门撞上去 惊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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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 惊散 victim 惊散 惊散 同时也挟持了一个黑警 这时局长打来电话 双方约定在一个名为叛军领的地方交换人质 而这里一早就被警方的重兵把守 在约定时间内 迈克却并没有出现 然后局长通过定位找到了他的位置 结果车内竟然是被挟持的黑警 而此事的迈克正在偷他们的老巢 进入警局后 直接给了那老灯一喷子 只可惜他并没有下死手 用的是橡胶弹 而此时赶回来的人已经将警局包围 迈克在取到更多的证据后 先向周景自首 然后请求黑人女警再配合他 为他争取时间 得知一切来龙去脉的女警 这次决定站在正义这边 他将迈克压出去后 试图直接转移到周景手中 而那个害死他弟弟的黑警 坚决要将他就地弄死 此事 一个从未参与贪腐的警察将他制止 而就在这时 缓过静的局长走了出来 将那名策反的正义警察瞬间打倒在地 迈克趁此机会 拉着那名警察就跑 躲到车后 真正的猎人开始了反击 而他始终都没有大开杀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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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将其余人都撂倒后 迈克带着律师以及受伤了警察 开车驶离小镇 不过他的轮胎被追逐的黑警打爆了 此时大批周边镇上支援的警力已经追了上来 眼看迈克一车已经被死死包围 而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全场MVP帅气登场 只见选择正义的女警 伪装成车辆失控 一把撞开了局长的车 在确定迈克车上真的有受伤警员后 周景开始护送他的车前往最近的医院 而一旦周景插手 局长的所有罪恶都将会被昭告天下 得到他应有的成 据说在2044年的未来世界 长相丑陋的人将会低人一等 常常遭到美貌之人的嘲讽和冷落 于是一项规定应运而生 每个人在16岁之时都要接受整容手术 而我们的主角塔利 即将在三个月后迎来改变命运的整容手术 他甚至已经对着镜子设定好 自己想要蜕变的美丽模样 塔利有个自小便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名叫佩瑞斯 两人曾许下誓言 要成为一辈子的挚友 然而佩瑞斯先行一步 接受了整容改造 从此踏入了上层社会的门槛 他们只能依靠网络聊天来维持联系 塔利也因此度过了一段孤独而难熬的时光 终于有一天 塔利偷偷将佩瑞斯约出来 夜晚他悄悄溜出学校 来到天桥底下等待 然而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却始终不见佩瑞斯的踪影 心急如焚的塔利决定不再等待 打算去上层社会寻找佩瑞斯 蹦桥城市里正举行着一场盛大的派对晚会 塔利在路边捡到了一个被人丢弃的美颜面具 便靠着他成功混进了晚会 在晚会中 他四处寻找佩瑞斯的身影 终于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了他 他却并没有立刻认出他 直到塔利摘下面具 露出自己平凡的容貌 佩瑞斯才恍然大悟 但佩瑞斯似乎并不愿意理睬现在了他 只是敷衍说 等塔利整容改造过后再联系 心灰意冷的塔利有些不知所措 却不料安保系统突然检测到他非法闯入 他只得慌忙逃离现场 在管理员即将赶到的紧急关头 他穿上了一件蹦及夹克 选择从高楼边缘一跃而下 平安落地后 塔利匆匆回到了熟悉的桥洞下面 不小心将一颗石子踢飞落入了河水中 这细微的声响 却惊动了正在搜寻他踪迹的巡逻机 危机迫在眉睫 一个短发女孩如同天降神兵般及时出现 塔利来不及多想 选择站上了他的飞行滑板 危险终于解除 塔利和短发女孩谢伊因此结缘成为朋友 在交谈中 塔利惊讶发现 谢伊不仅是他的同年级同学 而且还巧合在同一天生日 他们也将在同一天接受整容改造手术 有关于你的朋友 在谢伊的细心指导下 塔利很快学会了如何驾驭飞行滑板 就在塔利以为自己再次拥有了朋友的陪伴 生活也似乎开始变得美好起来时 然而在整容改造手术的前一晚 谢伊却带着塔利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远处是地球毁灭后未被重建的遗迹 谢伊告诉塔利 在这个世界有一个叫做烟城的自由城市 在那里没有样貌阶级之分 每个人都是自由且平等的 他希望塔利能和他一起离开 去阴城寻找真正的自由和平等 你会在那里吗 我不在买病 烟是一种选择 一种不同的方法 有很多孩子在那里 从各种地方 你会在那里吗 不 Shay Shay 我只是觉得你害怕生起来 但塔利一直幻想着自己获得美貌后的生活 现在只差一步之遥 她不愿意放弃这个难得的机会 见塔利执意不肯离开 最终谢伊含泪与塔利告别 我写了方法 我写了方法 你只会明白 那是他 拜托不要离我 独自踏上飞行滑板 消失在了夜空之中 第二天 塔利满怀激动等待着整容手术 然而直到所有人都陆续离开 她的名字却始终没有被叫到 正当她感到疑惑和不安时 特殊状况管理局的人找到了她 并将她带走 塔利被带到了特殊状况管理局的大楼 见到了一位自称凯布尔的博士 凯布尔博士询问起 有关谢伊失踪的事情 并提到有一个叫大卫的人 蛊惑了谢伊离开 她询问塔利对此知道多少 塔利本想撒谎搪塞过去 但身后先进了测谎仪 让她选择沉默 凯布尔博士告诉塔利 他们需要她的帮助来寻找谢伊 如果任务完成 将立即为塔利进行整容手术 然而塔利并不想出卖朋友 于是她被送回了学校宿舍 回到宿舍的塔利 受尽了同学们的嘲讽 她感到孤立无援不知所措 就在这时 佩瑞斯意外出现 她也是来劝说塔利 交代谢伊的事情 塔利最终选择了妥协 她答应帮助凯布尔博士寻找谢伊 但同时也从凯布尔口中 得知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那个叫大卫的人 正在开发新型武器 准备袭击他们的城市 凯布尔向塔利透露了她的任务 她需要前往燕城接近大卫 并找到新型武器的藏匿地点 用手中的项链拍照 发送给凯布尔 这是一个艰巨且危险的任务 但塔利为了尽快完成整容手术 决定接受挑战 按照谢伊之前提到的路线 塔利操控着飞行滑板 沿着过山车的轨道飞行 然后在茂密的森林中穿梭 沿着一条笔直的小路前行 饿了的时候 就拿出提前准备的预制菜 穿过森林后 塔利成功翻过了一座陡峭的山峰 接下来来到了一架断桥处 这座断桥是通往燕城的必经之路 底下是深不见底的海水 塔利勇敢地跳了下去 当她来到海边的沙滩上时 她知道离燕城已经不远了 然而她不知道的是 在她离开后不久 佩瑞斯接受了凯布尔的改造 成为了一名出色的超级战士 塔利从沉睡中睁开眼 却发现自己身处在一片火海之中 她惊慌失措想要逃离 这时一个男人突然出现 她证实塔利的任务目标大卫 她拿出一种高科技的仪器扫描物品 然后冷静拆除了塔利飞行滑板上的追踪器 塔利紧张看向脖子上的项链 好在大卫似乎并未发现异常 在大卫的带领下 跟着她来到了一公里外的一处少站 终于见到了阔别许久的卸衣 我的天啊 好吗? 就像你去战争 什么 你不觉得我们很严重吗 当然是 我的全身疼得很严重 所以你会告诉我那颗帽子吗 有人给你那 Paris刚刚到我室那晚 我认为你们只是朋友 那是 OK 我真的 我没想到 夜晚 塔利想要劝说谢一回去 回到那个虽然不完美 但至少安全的城市 然而谢一却认为 塔利并不了解这里的真实情况 建议她先待上几天看看 于是塔利并未在说什么 隔天一大早 塔利就听见大卫打算派人出去放火 这才知道 昨天的大火竟然是大卫放的 大卫声称 那些被烧毁的兰花对人体有毒 是凯布尔研制出来的 目的就是要把人类都逼到城市里 方便它进行控制和管理 而他们的任务 就是将这些毒兰花清理掉 还人类一个自由和安全的生活环境 塔利半信半疑 跟着大卫上了直升机 就在他们忙着将花海点燃时 地面上的哨兵突然报告 有敌人的侦察兵出现 然而谢一被突然甩飞的勾子击中 掉进了火海之中 塔利健壮毫不犹豫丢下去一个包裹 然后从连接的绳索滑下去 冒着熊熊大火 找到了摔伤腿的谢一 此时一名侦察兵已经冲过来 塔利迅速将包裹扔出 然后他带着谢一紧紧抓住绳索 直升机在高温的烘烤下 开始缓缓上升 塔利和谢一终于成功逃出升天 事后光头对塔利的身份产生了怀疑 他认为自从他来到这里后 敌人的侦察兵就紧随其后 这绝非巧合 他的质疑在团队中引起了不小的波澜 但大卫确实不同看法 如果塔利真的是敌人 他不可能活出性命 从直升机跳下去救人 在大卫的坚持下 团队中关于塔利身份的讨论逐渐平息 但大家也意识到这里不再安全 于是第二天一早 蒙着眼的塔利被带到了烟城 这里充满了人间烟火气 人们自愿在这里生活 彼此间自由分享和交换物品 塔利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和自由 在大卫的手把手训练下 塔利第一次学会了使用武器 大卫还送给他一副 自己亲手制作的手套 这一举动在谢一看来 意味着大卫对塔利产生了感情 毕竟在这个物资匮乏的地方 每件物品都显得尤为珍贵 塔利必须在回与不回之间做出选择 最终他决定直接面对大卫 询问那件新型武器的真相 大卫并没有直接回答塔利的问题 而是带着他来到一处老木屋 在这里 塔利见到了大卫的父母 他们曾是凯布尔的同事 但因为无法忍受整容手术的残忍 和真相的隐瞒 选择了逃跑 从大卫父母的口中 塔利得知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原来所谓的整容手术并不安全 每年都会有许多人在手术中丧生 而整容的真正目的 竟是对大脑进行改造 让人患上一种脑病变 变得迟钝 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 凯布尔向外界隐瞒了这一切 大卫的父母不忍人类遭死大劫 即使逃难至死 也在研制劫药对抗脑病变 现在直刹整容人的血清 就能成功研制出劫药 他们一直在寻找这种血清的替代品 这就是凯布尔惧怕的新型武器 一种能够揭露他罪行 并拯救人类的劫药 塔利在得知真相后 立刻烧毁了凯布尔给他的项链 然而令塔利没有想到的是 一旦项链被毁坏后 便会自动地发出信息 第二天 凯布尔的战舰 就出现在了燕城上空 不少巡逻兵来到了陆地上 江村民们打得措手不及 随着一架超大战机缓缓降落 凯布尔缓缓现身 大卫和塔利则躲在暗中窥视着这一切 凯布尔要求大卫的父母 说出儿子的下落 但两位老人坚决不从 下一秒 塔利再也忍不住 不顾一切冲了出去 凯布尔提出了 要带塔利去整容的要求 然而他却趁机跑进了木屋里面 将所有的汽油全部清倒而出 大卫的母亲悄悄将解药 放进了儿子口袋 在爆炸的掩护下 塔利与大卫成功逃脱了敌人的追捕 凯布尔并没有继续死追两人 而是选择带着一众俘虏离开 大卫感到自己被背叛后 恨不得要杀死塔利 然而在塔利的苦苦哀求下 决定再相信他一次 塔利带着大卫找到了昔日的同学 这些同学答应 帮忙去城市中央制造混乱 分散敌人的注意力 随着燕城还在四个字 在城市上空点燃 大批战机倾巢而出 城市陷入了一片混乱 塔利与大卫趁机溜进了大楼里面 寻找解药 救出燕城的百姓 然而他们很快就遇到了困难 大楼的大门紧闭 他们无法进入 这时一个守卫意外出现在面前 塔利抢走了守卫的通行戒指 成功打开了大门 他们找到了关押的囚牢 将燕城的百姓放了出来 随后两人和大卫的母亲一起前往手术室 寻找解药需要的血清 然而他们却看到了已经被整容改造的泄衣 现在的泄衣已经失去了独立思想 成为了一个行尸走肉 凯布尔带着佩瑞斯现身 将他们逼迫着走进手术舱里面 在即将被改造洗脑的关键时刻 光头乘坐战机来到窗外 大火瞬间弥漫整层楼 大卫的母亲趁机取走了所需的血清 整层楼被摧毁 就在众人准备离开之时 佩瑞斯拦在了前方 塔利试图赶化佩瑞斯 让他放弃为凯布尔效力的想法 然而大卫看到杀富仇人分外引红 几番交手之下 根本不是佩瑞斯的对手 关键时刻 塔利推开了佩瑞斯 却不料将对方推至悬崖边缘 最终力气耗尽掉了下去 塔利来不及悲伤 带着谢伊等人 躲进了废旧建筑中 然而此时的谢伊 已经失去自我意识 成为被洗脑的一份子 塔利无法抛下好友独自离开 她决定为了治愈被改造的谢伊 主动成为大卫母亲的试验对象 她自愿接受被整容改造之后 再注射解药 以验证解药的有效性 塔利回到整容城之后 故事也就到此结束 或许可以期待第二步的表现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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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